為什麼去年沒有超前部署 為什麼去年所有的接洽 都比其他的國家慢這麼多拍 為什麼去年東洋林泉說 已經買到了3000萬劑 你不要 為什麼你跟大家拍胸部 說3月就可以開始開打 結果全部通通跳票 你為什麼毫無掌握進度 你為什麼毫無 就是完全狀況外 然後你為什麼在已經甩鍋了之後 又跟大家說又有希望了 到底這中間的過程 這麼嚴重的溝通不良 無法掌握狀況 很明顯的 你根本沒有辦法掌握 台灣到底買得到買不到疫苗 我覺得陳部長 他應該很專注的 然後在採購疫苗上面 只講專業 只講採購疫苗的進度 跟到底我們可預期的狀況 是什麼就好了 但是呢在這過程當中呢 他遮遮掩掩磨模模糊糊 然後呢 一下影射這個紫色那個 可是這一些其實都模糊了真正的焦點 就是我們到底對外採購疫苗談判的真實狀況跟進度是什麼 為什麼進度遠比去年所承諾的大幅落後 幾乎可以說是完全跳票 那你現在扯三到四然後亂甩鍋 這一些都沒有意義啊 因為這一些都沒有辦法模糊我們今天沒有疫苗可打的窘境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他最喜歡甩鍋給 然後呢最喜歡就是用這個紅帽子啊來模糊焦點 但這一些都沒有辦法掩飾台灣沒有疫苗可打 全民陷入困境的這樣的一個窘境當中 為什麼去年沒有超前部署 為什麼去年所有的接洽都比人都比其他的國家慢這麼多拍 為什麼去年東洋林泉說已經買到了三千萬劑你不要 為什麼你跟大家拍胸部說三月就可以開始開打 結果全部通通跳票 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現在一下又說德國DMT跳票了 沒有了買不到了 那今天最新的消息又說德國人大發慈悲我們又有了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那也不過才一天的時間 有這麼大的轉折 你為什麼毫無掌握進度 你為什麼毫無狀況 就是完全狀況外 然後你為什麼在已經甩鍋了之後 又跟大家說又有希望了 到底這中間的過程 這麼嚴重的溝通不良 無法掌握狀況 很明顯的你根本沒有辦法掌握 台灣到底買得到買不到疫苗 買得到多少買的買不到多少 什麼時候可以買得到什麼時候買不到 都不在我們的掌握之中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那這也是為什麼今天國民黨黨團 要求在正式開議的第一天 就要行政院針對這件事情做專案報告 你要說清楚講明白 自從去年就是我們農曆過年前 去年底我們的會期結束了以後 在過年前後這個疫苗就 這個說法的變化就已經這麼多了 所以在會期一開始 希望陳時中能夠不要再用政治性的藉口 過全世界太久了 難道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 有一個完整的配套SOP 還有進度的說法出來嗎 所以我們等著他開議的第一天 來國會報告